哎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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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中華同胞 現在人在意大利跟反擊坑的交距 大家看到我身後 中華民國的支援國旗 其實身為一個中華民國台灣省花蓮縣的國民 我非常感動 中國也好 我就是覺得我很生好 小粉紅 你們到底為什麼可以演技出這種 在國外看到中共國的國旗 或是中國之那麼感動 那麼感激替零 我在這邊拍我都覺得尷尬丟臉了 哭不出來 怎麼可能哭不出來 我只能說你們粉紅太厲害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剛剛各位看到我前面演的小短劇 非常難心 那昨天啊 我自己本人也發生一件非常難心的事情 我在羅馬的某間中餐館吃飯 是一家中國人開的 那我進去前就已經有一桌香港人在用餐了 那老闆是潤出多年的中國人 是什麼也讓我們知道 他是潤出來的中國人 而我們都在聊政治 就是在我點完餐沒多久啊 有五位中國人啊進來用餐 結果就發生了這個暖心的故事啦 這五位中國客人啊 沒有經過老闆的同意 並桌呢 老闆要求復位 並且指出因為走道空間有限 所以不能並桌 把桌椅給拉過來沾用走道 而且你還沒經過我同意 這個狀況其實就是復位就可以了 結果其中一位小粉紅就生氣啦 嗆老闆說 啊不吃啦怎樣啦 你是這樣做生意啦 還問他是不是中國人 連續問了兩次 這跟是不是中國人有什麼關係啊 誰吵架會突然冒出說 你是不是哪國人 但是大家回想一下 是不是常常看到一些影片 粉紅在跟人家吵架的時候 就突然冒出一句 你是不是中國人啊 我以前也都是從影片上看出來的啊 今天啊 親身經歷過 竟然有粉紅跟人家吵架的時候 問人家是不是中國人 結果這個老闆也是很有禮貌的 請他們離開 不做他們生意了 後來啊就跟我們聊天說 你看你們這座台灣的啊 那座香港的 都非常好很有禮貌 結果這個大陸來就搞接觸啊 他說他在做這個中山館這麼多年啊 華人大部分在鬧的 基本上多數是所謂的大陸 然後他其中還提到 什麼一百多年前 大家是一家人啊 什麼之類的啊 結果現在之路不同 導致大部分普遍的觀念不同啊 他做生意常常遇到這種粉紅 把中國的觀念跟思維帶過來 那就非常無法相處非常可怕 結果我們話就這樣打開了 但這個老闆也說啊 他近年來遇過了多數的這個 中國留學生啊 大部分都是頭腦清楚 都是知道這個聖上啊 是萬惡的根源啊 相比這個前幾年啊 這個可能一部分的愛國留學生都是 小粉紅 好 那後來有一對中國情侶啊 進來吃飯 那這個老闆就跟我聊到台灣選舉嘛 還有什麼藍白河啊 還有這個綠營啊 賴清德之類的啦 聊了這個之後 還有聊到李克強跟聖上 那這位中國情侶啊 就開始搭話啦 我才知道 嗯 反賊真的是越來越多了 講一講還罵小粉紅的話都出來了啊 反共的詞也都出來了 稍微對大家來看一下過程哈 那在我跟老闆以及那位中國情侶的相談之下也才知道 老闆雖然知道中共體制已經爛透了 加入中共體制的官員啊 非奸即盜 不然就是壞 他也知道李克強本身就是加入這個體制這樣的一個人 但是他說相較啦 這種東西都是相較 李克強對於他們大陸老百姓來說 跟聖上比起來 對大陸老百姓是更好的 那相對而言啊 所以更多人會去悼念他 那突然中國情侶就冒出一句啊 合肥很熱北京很冷這意思是什麼呢 老百姓是站在李克強這邊啊 北京是聖上的皇軍啊 非常冷清中央海那邊 雖然老闆還是跟我說的所謂的兩岸三地啊 什麼台灣啊新加坡啊香港啊 大馬華人啊印尼華人啊都是中華民主 怎樣才可以讓我們這個民族過得更好 諸如此類就是讓聖上先下台 雖然我對於中華民族的概念啊 非常的不認同 但我也沒有想針對這一塊去闡述 畢竟反共的路上大家行動力度各有所不同 各自爬山帶我們朝著一個目標去努力前行 只是這個細項看法不同 那沒關係嘛一步一步來嘛 先集中最大可能的力量去反共 剩下的分歧等中共差不多了在討論啊 這個都是小事啊 起碼我們要在一個民主自由的環境之下 尊重彼此的選擇去做這個討論 這樣才有意義 最關鍵的是老闆認同我們是一個國家 所以他在跟我聊總統大選 我只能說蠻有趣的 他也跟我說 選綠的有可能啊 聖上會啼啼啼會打過來 那選藍白盒啊 那就是被驚吞蠶食 選哪一個好像都不好過 所以我們才會聊到這個聖上跟李克強 那些說我反中反中反中的 天空台灣人 或是自以為這個致命清高的台灣人 覺得哈小粉紅很靠杯 但是罵小粉紅的人也很靠杯 結果你們也會因為小粉紅罵台灣人 而在不爽而在靠杯 那你為什麼要來靠杯我 明顯你知道我反共會影響到你支持的那個政黨 那我就非常奇怪了對吧 所以你反我 那我反中反中反中 我在店內的氣氛跟大家都那麼好 反中嗎 我反中嗎 跟反共才有關嘛 而我們可以看到 光是這兩三天啊 就超過十幾萬人 湧入李克強合肥的故居 去悼念啊 去獻花 那花真的是佔滿街啊 那無法到場的百姓啊 也在中國各地區城市的地標 或是代表性的位置 放上花來悼念 拍照打卡 甚至好多人在這個萬聖節的時候 COSE 拿著李克強的照片 甚至有人辦了 錫維尼聖上 還有人辦了大白 還有人辦了這個魯迅是不是 他說學醫救不了中國人 你看其實好多人都看得非常明白 還有人COSE 中國的A股 現在在兩千九三千的保衛站 到底在幹嘛啊 而更暖心的是什麼 有一些道念的卡片 上面寫著滿滿諷刺的話 我們帶大家來讀一下 人在座天在看 某人終究會滾蛋 民主自由 法治 富強 終將實現 所以就是還沒實現對吧 敬愛的總理 您一路走好 長江黃河之水 不會倒流 民主只有萬歲 集權獨裁 必將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您是一面敬禁 孰是孰非 人民心中自有定奪 十年前因為有你 我義無反顧的來到鄭州 今天你走了留下我 李總理走好 為什麼是你呢 李總理一路走好 當時最大的推力呀 其實是中共的黨內鬥爭 有人站出來對抗 那個人就是趙紫陽 雖然他最後一刻還是慫了 如果他那一晚跟人民一起守夜 我相信這個結局可能會有所不同 當這個鄧小平下令要鎮壓 人民解放軍到場發現 趙紫陽擋在人民面前 這個時候軍隊會不會有所動搖啊 很難說耶 可能有這個機會對吧 趙紫陽擋在那邊真的要 欸是喔 所以我覺得有機會一搏嘛 所以我才說他最後一顆是聳了 那其他黨內的人看到 趙紫陽很趕耶 那說不定更多的人會倒向趙紫陽 這不一定啦 當然我說的都是有機率 那現在看起來中國民間的力量 是有的喔 非常多人在中國的角落 悼念李克強 甚至下跪哭泣 我真的只能說啦 要走向民主真的 不是這樣說跪就跪 即便對方是你仰慕的政治人物 那就恰好是政治人物才不能跪 對吧 如果是什麼親朋好友S的 那就領當別論 因為政治人物他是有權利的 那套一句讓子彈飛的話 現在皇帝都沒了不許貴 例如像這段 我們來看一下 -我的花霸人捕食了你怎麼料日花清晶吃啦 OK說回來,民間力量是有一定規模的 但沒有出頭鳥 沒有出頭鳥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共黨內沒有人站出來 中共體制內的人 在外長、國防部長、解放軍高層 甚至江、李茲、S都沒有人站出來 說不定他們還更慫耶 怕自己站出來下一個S就是他了 可能每個人都在互相提防被舉報 所以他們都在往這個歐美移民的路上在走 甚至已經孩子都過去了 那我只能說啦 今天即便是李克強當中國主席 中國的經濟下血是必然發生的 只是時間的問題 因為歐美還是會制裁你 即便2018年後中國經濟沒有明顯的走下坡 也會在幾年之後走下坡 因為它是一個國際趨勢 歐巴馬時代美國就已經開始規劃了 在一定的年限後 會把這些東西都轉移到東南亞跟墨西哥 當然還有配合啦 還有配合其他的東西 而聖上是加快的這個步伐沒有錯 但不論誰在這個年代執政都改變不了 往這邊走的趨勢 而中共不可能因為經濟發展 發生所謂的改革 然後一定程度的民主化 這是不可能的 因為這樣中共就倒台 倒台就會有正義 轉型正義就會有清算 就會要還人民公道 而這些趙家人啊 必須背負歷史的罪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伯母下次見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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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